每次一座有关圆青花或者乳窑这类节目 都会引起很多朋友们的兴趣 这次也不例外 我前两天发布的那个关于乳窑之丁的那个节目以后 也有不少朋友给我提出反馈 因为上次我只是专门说那个之丁的那个特征 没有把这个所有乳窑的特征把它说齐 因为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 都是从之丁这个角度 对这个乳窑进行这个说明 那我今天再把那个乳窑其他两个特征 我给朋友们再补充一下 咱就把这个说这个乳窑鉴定的这个问题 咱把它说全了 今天我给朋友们说一下乳窑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特征 以及它那个开片的特征 乳窑和其他的宋代瓷器作品一样 它带有它那个时代的特征 其中就是在瓷器表面 它那个湿釉不是特别均匀的 这是宋代瓷器的一个特点 不光在乳窑这个器物上表现出来 那你像乳窑它自己表现出的一些这个釉的特征 你比方说在它气口的位置 你看朋友们看见了吗 我指这个位置 一般就表现为它有时候出现那种幼层加厚的那种现象 那你像这件作品显然 看我拿这个手转的时候 朋友们看出来了吗 看见了吗 它上面这一块就明显的这个幼层厚 拿光线一照 这都能看出一条印 这手一摸都能摸出来那个幼吐起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种特征啊 它不是说在这个我这个器物上啊 它表现出来 你像在这个北京故宫收藏的那个乳窑盘 朋友们也可以看 你看它那件作品的口颜 你看它那个口颜那个幼的那个厚度啊 明显比那个下面那个幼要厚 另外就是台北故宫啊 收藏的那个乳窑作品也是一样 你看台北故宫收藏的这件作品啊 也是在这个盘的上半部分啊 明显的出现这种肌幼 就是这个幼层加厚的这种现象 包括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收藏的乳窑作品 那你像美国克里夫兰收藏的那件作品啊 它的那个就是在气口上面一点啊 就是在气口附近吧 它那个幼的那个堆积的那个效果啊 看的也特别明显 因此啊 像这种乳窑气身上 尤其是在口牙附近呢 出现这种肌幼的现象啊 这是乳窑的一个特征 因为这种不均呢 有时候你在图片上 或者在博物馆参观的时候 它不见得能看得这么准 你必须得找它那个图片啊 得找发布高清图片的那些 博物馆的那个藏品呢 进行比较 那你像这件作品 你看这部分 这能明显看出来 这一周 它上面这口牙的幼儿 明显的厚一下边 还有像它联盆盖上这肌幼啊 这也很明显 你看这个边上的肌幼 这我在上次节目当中啊 都给朋友们说过了 那你像那些防品啊 你看它的那个联盆的那个表面啊 那太平均了 它就没有这种肌幼现象 这也是乳窑啊 它自己本身呢 各种的藏品当中表现出的一个 就是乳窑本身的一个特点 那像这件联盆盖也是一样 它这个气口附近呢 这个幼层明显加厚 这拿手能摸出来啊 就是它这种特点呢 这块地儿就宽一点 这边这个幼层厚 就稍微窄一点 它不管怎么弄吧 它这个气口的这个附近呢 就会出现这种堆幼的现象 这个幼层啊 就比其他的部位厚 除了肌幼这个特征以外啊 这个乳窑的右面啊 也有那种缩幼现象 那像我手指的这部分 朋友们看见了吗 这明显这个右面啊 就有缩幼啊 因为它还不是一处 有多有少 你看这地方也有缩幼 它不会啊 像现代作品的 那个乳窑这么均匀 要不上次我看那个湖南 大学那位朋友 给我说的呢 我给朋友们 引用他那图片 你看他那图片呢 又是太均匀了 他既看不出来这种啊 肌幼跟堆幼 也看不出这种缩幼 就是他那个表面太完美了 那就是工业作品的表现 你像这个位置 你看这两个缩幼点 这一个这一个啊 它这种特点呢 不是说光在这一件作品上出现 那你像克里夫兰 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 收藏的那件乳窑作品 他那个气底啊 那缩幼缩的厉害的 能露出那个乳窑的那种胎啊 都能露出来 但是你像他那个织丁特征 还是和咱们这个台北故宫 北京故宫的那种织丁特征啊 表现的那个特点 还都是一致的 包括这件连缝盖啊 你看他照样也有这个 缩幼的这情况 就拿手指的地方 看到了吗 这缩幼 包括他下边这儿 你看这缩幼 因为他这是手工时代的那种特征啊 他不可能做到像现在那个工业品那样 这么表面处理的这么干净 光洁无瑕 你看这地方 这都有所有 像这位置 对吧 另外啊 我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乳窑开片的这个鉴定问题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说法啊 把乳窑的这个开片呢 作为它的一个鉴定的特点 也就是说 有的说呀 开片开成那种蚕蚁纹的那种片 所谓蚕蚁纹就像那个蚕的翅膀 那种纹路 开那种片 有的说呢 是开那个蟹爪纹的片 就像螃蟹爪那种片 那形状像螃蟹爪 说的最多的呢 是说这种作品 开那个冰裂纹 美国克里夫兰博物馆呢 它收藏的那个乳窑作品呢 它专门把那个冰裂纹呢 拍了一个图片 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克里夫兰博物馆的这个冰裂纹呢 在其他的宋代瓷器上 也能见到你像那个 尤其是戈窑 戈窑瓷器 包括那明代仿品啊 也能出这种冰裂纹 因此我总觉得这个开片呢 不要把它看得太过于这个 就是说因为这个开冰裂纹的片 开谢爪纹的片 开这个禅艺纹的片 因为开片不同 就否定这个作品 我觉得没必要 因为台北故宫啊 它有一件汝窑作品 是全世界唯一一件 没有开片的作品 也就是说呀 它那件作品呢 没有任何的开片 那你要是按照我们这种 就是用这个开片 作为鉴定的必备标准 或偏重于某一类开片 必须是那个特征的话 那就有点言过其实了 它既然有没开片的汝窑 就证明啊 它后来开片那个作品呢 可能都是不规则的 有的开那种冰裂纹的片 有的开那种禅艺纹的片 也有开那个谢藻纹的片 那像我这件作品呢 我尽量把这个 它这个开片的这个情况啊 展示清楚一点啊 但是这个光线 可能也不是太清楚 像这件作品 显然就是属于那种 接近于禅艺纹 或谢藻纹的那种开片 所谓谢藻纹 就是说这地方出叉 然后伸出来那两个叉 像那个螃蟹爪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这种都是形容词 它不是那种定量 定性的那个词 都是形容这个 每个藏家都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种开片呢 我个人觉得 不能把它作为啊 唯一的 就是说或者是必要的 把它作为这个 鉴定的一个条件 就是因为台北故宫啊 他那个作品 有那种没开片的乳窑 他就基本把你 所有开片的这个特征 都给否定了 开有开的这种特点呢 每件作品 可能开的那个形态不一样 但是也没必要把这个 所有的开片 纠结在这一个真尾上啊 我觉得没那样必要 最关键的呀 还是要看它 普遍的那些特点 你比方支钉的特点 右面的特点 像这种工艺上 处理这个乳窑 形成的一些肌肉的特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些特点呢 它在所有的这些 滚藏作品当中啊 它都能反映出来 而不是说单一的 就某一个方面 吐出它那个特征 像我自己收藏这个作品呢 都快二十年了 我也就才是逐渐的 把它了解透 就是说到最后 知道它是乳窑啊 这里面我觉得鉴定标准呢 就是不能缺少台北故宫 沈建东先生啊 那篇论文提到的 关于乳窑 诱中的那个形态的那个鉴别 你比如说我说的这些特征啊 包括它这种这个织钉特征啊 幼的这种肌肉特征 包括它开片的特征 气形的特征 你再加上这个台北故宫啊 他发布的那个乳窑论文 因为他那篇论文非常重要 他是把台北的 这个藏品的典藏啊 和清凉寺遗址啊 出土的那个乳窑残片 进行对比 得出来的结论啊 你想那多权威啊 你不信那个 你自己回来到时候瞎揣摩呀 那都没有用 所以啊 朋友们就是说 对这个乳窑的认识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以博物馆标准为准 不要自己盲目揣测 因为有的朋友啊 我看那个有的朋友展示 你比如说那些乳窑 有一些就是说 类似于乳窑作品吧 那些作品呢 在没有弄清它的窑口之前呢 那只能作为普通的艺术品 你不要把它认为啊 那就是真正的乳窑 因为确定一件东西啊 它必须得有一个研究和论证的过程 那你如果认为啊 你那件东西它就是乳窑 那就必须啊 你得拿出论文 拿出证据啊 包括和现有的鉴别的这些方法呀 有说服力的那些条件呢 来说明你那件东西 它是没有发现过的那乳窑 另外呀 我看那个很多朋友评论呢 对那个乳窑有各种的说法啊 我明天再跟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收藏啊 为什么要以博物馆的典藏作为依据 刚以据起船 这温某 könnte想到 也就是难用那种穿 soll